念佛求生进度 最重要的法门 因为一切善无凡夫 统统都能得生 要记住这一句 不要以为我造了很多很多畏业了 恐怕不能往生 那你就真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你没有信心 这个就是听经文化就重要了 他不听经他不文化 他对这个法门没有透彻的了解 他怀疑 违罪 所以他不能往生 反过来说 凡是往生的 无论是行善造物往生的 通通通都是 依靠阿弥陀佛48元 如果不是依靠 弥陀的愿力 你就不可能往生 这是要我们说 一行投靠 不要再大往生了 修什么法门 向经上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一向转念 菩提心是什么 真心 切愿 就是菩提心 偶尔佛48元 我真相信 我一点不怀疑 我发个大愿 我这世上没有任何愿望 就求神经 什么念头 通通放下 你就对了 不要再有妄念了 你有念头 全是妄念 只有这一句佛号 这是真理 这个事 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